两个月的时间你看它长得多满呀 是不是有点不可置信 为什么浮盆的速度会这么快呢 这颗薄叶蓝鸟呢 是我夏天 五月份左右种的一颗 它是一个整装的三头的 现在它已经完全浮盆了 都长满了这个根系 而且底下这个根也长出来了 今天给它打算挪一个盆 换一个好看的花盆 就是这个盆 一个小老庄的高庄的花盆 然后过程我就不录了 因为比较麻烦 现在太热了 录完给大家一起看 为什么这颗薄叶蓝鸟浮盆的速度这么快呢 其实有些时候 这个多肉我们不能经常的去管它 不能打理的太细致 有些小伙伴经常给我留言说 我的多肉又死了一盆 而且是我最喜欢的那一颗 还有的就是说 我的多肉都两个月了 还没有生根 还没有浮盆 其实就是你越是给它勤浇水 经常去扒拉它 没事拿出来看一看 它这个浮盆的速度越是慢 而且现在本身就是夏天 其实你浇过水以后 它发干的速度还是很慢的 怎么能让它的浮盆速度快一点 首先就是在春季和秋季 它的浮盆速度会快 然后就是这一颗我是怎么浇水的呢 就是在上盆以后 像这个盆子是大概就是七口径的吧 然后每次浇水呢 就是浇两圈左右 在它完全干透了以后呢 再给它浇一次 大概就是重复四次左右吧 四次左右以后 这个多肉 其实它的根系 已经慢慢的长出来一些了 因为时间在这里啊 它肯定是会长根的 在这个三四次之后呢 会慢慢的增加水量 给它浇半透 浇一半的水 不要给它全浸盆 然后呢 我们再重复两三次左右 等它这个根系抓牢了 比较稳固了 你再给它浸一次大水 再重复两三次 基本上这个多肉就会浮盆了 像夏天这个阶段呢 十天二十天 给它溜边浇两圈水 把这个根系保住就可以了 别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差 缺水 而且有点穿裙子是吧 但是秋天 它这个叶片消耗掉 给它一次大水 立马这个状态就会回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经常的去折腾它 不要觉得它缺水了 浇点水吧 增加一下它的这个发根速度 其实即便它这个盆土完全干燥了 它也是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这个根系也不会说完全枯死掉的 我把这个根系已经拔出来了 两个月的时间 你看它长得多满呀 是不是有点不可置信 为什么浮盆的速度会这么快呢 所以大家不要经常的去打扰它们 现在呢 去给它换一个花盆 然后这个根系呢 我都不会给它修掉的 因为自己家的多肉嘛 你挪盆这个根系很健康 不需要去修它 如果你修它 对它造成了就是二次的损伤吧 然后这个叶片还是会继续消耗的 我现在把这个土轻轻抖一抖 把它直接种到里面就可以了 好了 上完盆了 换了一个新家 又值钱了 其实这一颗当时我是花了一块钱买的 特别的幸运 因为当时也是快到夏天了 它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而且薄叶蓝鸟这个品种吧 不是特别的火 可能在大鹏培育很多以后 在它卖的时候 这个价格已经下来了 所以当时呢都处理了 我当时买了两颗 其中一颗呢是单头的 是一个老庄的 然后这一颗非常的意外 是一个三个头的 所以还是赚到了 所以还是赚到了